被壓在地的男子 見到警方到場 趁機起身逃跑 不料前面一名熱心民眾 直接正面攔住他 警方也趁勢將男子撲倒在地 幾分鐘前 嫌犯企圖搶走民眾 背在右側的包包 沒想到對方力氣太大 無法第一時間搶走 雙方就在巷子裡扭打 正好一台貨車經過 司機連忙下車逮人 現場還有熱心民眾報警 嫌犯皮包沒搶成 反而被建議勇為的民眾 圍捕在地 今天我們員警才剛下車 所以就趁機逃逸 我們警方下車之後 也是立刻就是追上前 那在100公尺左右 就與民眾一起合力將他制服 21號凌晨 男子在新店尾隨一名喝醉的民眾 中途還假裝停靠路邊 伸腿打電話企圖掩飾 但是賊親該拜 警民合作將他逮個正著 25歲的虛信男子不務正業 公稱缺錢才會搶劫 這下被逮只好乖乖吃牢飯 記者張俊慧 吳姿怡新北報導 記者張俊慧